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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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概念最全面最丰富的国画教程 无论您是国画 普通爱好者 初学者 还是培训教师 本套教程都是不可多得的提升必备教材 里面详细的为大家展现了各种国画的记忆计划 全套教材以视频为主 总时长超过五千分钟 分为人物画 花鸟画 山水画 三大类 每一类中又各分为功底和写意画 两小类 无论您是财入门 还是金风国画 这套龙汇宝一定可以让您享受国画带来的无穷乐趣 请登入龙汇宝网站 3w.66a9.com 或拨打400-025-0645 订阅吧 先从主要的这组画起 是金黄 但是特别黄 画在白纸上 它就很不明显了 要让它稍微老一点 颜色上让它沉稳一些 所以我们要用辙实 有的时候呢 还要用点珠标 椭圆形的 有密有书 握出一部分来 这颜色也是随时在变化 随时在变 形也是随时在变 分组 有的靠这个 职业比较近 有的那就伸出去 索性引出去 引出去 好 这是A A组是主要的 那我们再画 画B组 把洗一洗 然后调成绿 我再加一点三绿 调到里面以后 太漂亮 来一点 来一点 猪标 减减它的火气 好 用这个笔 我再去调 土黄 这十 再看看啊 是什么感觉 有点发绿 根上有点绿了 这就对了 成熟的 往往是主体的 这些呢 发轻一点的 不成熟的 是次要的 那个是最显眼 好 然后咱们 填一填啊 这十 加墨 这个墨啊 要够 点齐 和咱们画葡萄 那方法 它是一样的 呃 往 外点啊 这样点出去以后啊 它整个的气势上来以后 往这边折过来 看看 它这是属于姜杆了 姜杆以后 我们调墨 它的叶子是这样的啊 长的 那我们往上勾的时候 一个主叶金 然后小叶金 比较硬 它的叶子边缘有齿 边缘有齿的 就是点点 我记得在讲灵霄 这一刻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过 灵霄就是边缘有齿 这个点点在什么地方呢 点在这个轮廓 稍微往外一点啊 要让这点突出 这样这个尺就看出来了 如果点里面呢 它就看不出来了 叶子要有翻转 叶子不要总是规规矩矩的 它应该是随风飘舞 有情的 这里面呢 它为了表示出层次比较多一点 这上面 这上来以后呢 然后咱们再看看啊 补点东西 这时 加末 我的一话 大家就知道了 咱们叫复习麻雀 复习麻雀 这个麻雀啊 要抬头看它 看它 一点三线 然后把它刮一刮以后 调点墨 尾巴翘一下 紧接着这点要点 它这个斑点啊 趁势点 把这笔扇上 然后调淡墨 这线要给它接上 有浓墨 刚才我是为了让它稍微干一点 给它吸了去啊 抬头看啊 这是腮斑 刚才那是嘴 眼 小爪子 啊 它和果实 要形成一种呼应关系 因为我会做的 这些组织 要得到 发生 要不说 那一位 因为它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这边框 我把这堵一下 一条线拉下来 意思到了就行了 这张画的题款啊 是鸟一金蛋不敢捉 本来它冲这本来了 一看哎呀 特别像那个金的蛋丸 好像它怕这个人去打这个鸟 所以鸟呢又不敢捉 这是古人常用的一个句子 今天呢就随便的引用了一下 鸟一金蛋不敢捉 这鸟飞过来了 但是偷偷的看它以后 然后又跑了 这张画从气声来说这么起 转 转以后到这呢 视线是一个和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呢 就是琵琶果的画法 它的叶子是长的 宽度大约是一寸左右 长度呢 有一闸吧 叶子比较硬 边缘有尺 我们在勾它的时候呢 这个尺要随手要点出来 叶子的组合关系 大家可以参照竹子的画法 不要给它都画平行了 要有竹有腹 墨色浓淡干湿 要有变化 然后我们在画琵琶果的时候 果不要太小 同时呢 就是主要的琵琶果 应该是金黄 在金黄里面 我们加一点土黄啊 加点褶石 或者是珠标 让它更显得暖一些 突出一些 厚重一点 再次要的果呢 让它发轻一点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 同学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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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 曾师从于李虎禅、郭卫许和欧阳忠实等大师 专攻洗衣花鸟花 什么叫桶状花呢 就是有花瓣 然后有一个长长的桶 说白了就像喇叭花似的 像千牛花 我们管它叫喇叭花 是因为它有一个长长的桶 灵霄花也是这种带桶的花 我们还曾经画过像机关子花 简称机关花 也是带桶 只不过它的桶是扁扁的 这个桶状花很多很多的 今天我再给您介绍一种桶状花 这种花是在沙漠中经常见到的 这也就是仙人掌 它有可以吃食用的价值 同时还可以治病 它的花非常美 还可以作为观赏 它的镜由于是受到干旱的影响 它的镜有老镜 也还有嫩的 老的已经是木质化了 嫩的发绿 它的叶子退化了 为了保持水分 所以在镜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分 然后小叶变成了绒毛 或者是它小尖的刺 有些同学可能觉得它的叶好像应该是那个掌 其实不对 这是我们对它的一种认识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仙人掌的画法 我们先从结构开始 为了讲清结构 咱们还是从墨的开始 一会咱们再画颜色的 我现在用大拦筑 先勾一下这花 上面是花瓣 下面是花筒 这花筒它可以短 也可以很长 这是一个花包 再小的花包 它这个花筒 它上面也是一层一层的 有这个小的毛毛 露出一点 您看我在画的时候 笔还是比较干 可是这个花呢 它的墨色应该稍微润一点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先从花勾起 然后紧接着再勾它的这个花筒 这个花筒正好这个墨就稍微干一点了 再看看它的镜 再看看它的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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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